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林燕报道 美情报显示中共导弹装水 习近平震怒 彭博社周六1月6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美国情报显示 中国产劣质导弹以及核心军备质量不过关 引发中共清洗军队 知情人士透露 中共火箭军和整个国防工业基地内部的腐败情况严重 其中一知情人士说 美方情报评估列举了几个中共军队腐败的例子 包括导弹中装的是水而不是燃料 以及中国西部大片导弹发射井的盖子 无法有效发射导弹 越来越多迹象表明 中共当局正在对中共军队 尤其是火箭军进行全面清洗 之前一直有猜测说 中共党魁可能是发现 火箭军的装备或部署出了什么问题 才迁怒于手下 中共军方研究人员 早在2014年就将腐败问题称为 虚弱军队作战能力的头号杀手 而系统性腐败问题已经导致一些俄罗斯武器系统 在乌克兰战争中表现不佳 知情人士称 美方评估认为 中共军队内部腐败导致对其整体能力 尤其是火箭军能力下降 而且腐败的普遍性 以至于美方官员研判 这会让中共在未来几年考虑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变得更小 中共提出2027年将军队转变为一支现代化军队的目标 并为此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巨资 其中的核心是火箭军 这支部队被既望将在针对台湾或南海的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 五角大厦发言人马丁·麦纳斯忠孝表示 国防部的年度中国报告讨论了北京加强和加快军队反腐败调查的工作 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有分析说 中共军队内部在先大案 党内斗争活动直逼2012年习近平上任前后 过去六个月里 中共军内的腐败调查部门已逮捕了十几名高级将领 上周五2023年12月29日出现了中共军队内部大换血的最明显迹象 九名高级军官被免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还有三名军工企业高管被撤销政协委员职务 这一系列的清洗行动是在10月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被免职之后发生的 李尚福仅上任七个月 中共军方机关报在2024年1月1日的社论中承诺 今年将发动反腐败战争 这也在表明接下来可能会进行更多的清洗 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分析师韦德宁在社交媒体X上写道 这向美方评估对于中共军方的战备状态和整体能力有深远的影响 试想一下 意在保护国家免受最大威胁的河洲际弹道飞弹无法发射 还有如何处理300个新的载舰发射井盖是不是像噩梦一样 习近平仍在掌权 但这必然会损害他的权力 谢谢收听